欢迎来到TGN Star News频道 请订阅频道 所以大家不要错过当天最热门的新闻 我们今天的时事通讯包括以下内容 王一博白色软泥格子山亮相 现场抽盲盒 却被问得一脸猛 岛屿 UNIQ王一博出席品牌见面会 身穿白色格子山帅气亮相 王一博又帅了 许久未见 这次长沙见面会 着实让好多人兴奋不已 这次见面会 UNIQ王一博身穿白色软了格子山 整个人看着又白又帅 配合一条黑色裸补裤 整个人看起来精神抖擞 意气风发 黑白配的王一博 又帅得没有天际了 真是几日未见如隔三秋 王一博一出场 下面的观众就按捺不住激动的心情 嗷嗷叫个不停 铁塔的主持人我们的涛哥 直接开口就被感亲切地喊了一句 二郎 这是王一博新剧风起洛阳中的角色昵称 百里红意即是百里二郎 看来我们的涛哥也是追剧小达人啊 没办法 毕竟王一博出席的见面会 必然会有过 涛的身影 这次王一博的造型 实在太精气神满满 给人一种南高的济世感 很有从动漫中走来的感觉 顺毛的王一博 总给人一种软萌的可爱 这个孩子总会给人这个想要上去揉一把的想法 特别是这种白色搭配下 更有一种清爽干净的利落感 还是那个王一博 他终究还是一个酷男孩 这次没想到 酷不起来了 因为梅之灵起来 自己就被自己给打败了 为何呢 自然是一顿猛操作 被主持人问猛了 都说互联网有记忆 王一博没有记忆的啊 这才过去一个月左右的时间 王一博就完全想不起来了 试问 这个孩子年纪轻轻 就开始健忘了吗 起因是在一段街舞表演后 主持人问王一博 王一博是不是在街舞总决赛的作品 练习了许多遍 结果呢 王一博一头雾水 问是说我吗 问什么舞蹈 哪一次的开场表演 总之就是有种码什么没 码什么东西啊 着实刚主持人都无奈的笑个不停 哎呀 前一秒还酷酷的 后一秒就被自己给整的没了 配合王一博不知所措后 说话的语调都变得乖了起来 之后就会害羞的笑 看来也知道自己又调皮了 有个游戏环节 抽盲盒的时候 这个孩子总会再不经意间刷酷 顺道呢 还想着让涛哥夸自己一下 从盲盒中掏出金币后 随手一摆 就立了起来 然后若无其事的看着主持人 实际内心很想说 看我多厉害 快看过来 看过来啊 当这一幕被看到后 王一博会心一笑 满脸的小傲娇 又要装起来很酷很淡定 紧接着 主持人看到后 自然是一顿夸夸夸的节奏 这个时候的王一博呢 总会不自觉的害羞 又想被看到 又害羞被夸 这个男人可爱起来 真的是有种小朋友的行为 嗨 男人终究有一种矛盾状态 最后呢 只想说 王一博 你可能不知道 现在自己的处境 很多小摩托车们 已经开始转移阵地 奔赴风起洛阳的百里红异去了 因为他现在很红很红 而且人家还有媳妇呢 感谢您观看视频 请订阅我们的频道 以支持我们 请订阅我们的频道